今天來開箱CAT的一個美工刀 這個美工刀跟一般的不一樣 一般的美工刀是用推的 這個是用手去壓的 可以看到這邊 就跑出來囉 我們看到CAT的 它的外包裝是長這樣子 裡面總共有三個刀片 伸縮開是14公分 衛伸縮前11.4公分 130.4公克 把它打開吧 本體拿起來130.4公克 有點像一隻手機一樣的重量 我們看到它的正面 這邊有一個CAT的標誌 這邊有一個固定的鎖鈕 平常攜帶的時候就可以把這個固定鈕給鎖上 這樣不會霧出 刀片就不會跑出來 上方是橡膠的質感 橡膠這邊有紙花的質感 那下面這邊一樣是橡膠的 然後這邊呢就是比較 比較硬的喔 感覺像是 金屬的 冰冰涼涼的 那前面就是刀片伸出來的地方 下面就是按把 背面 上面呢 有備用的刀片的儲存 它裡面也可以放兩個刀片 這是台灣製的刀片 上面還有寫台灣 那裡面總共用兩片 它上面應該有上一些防鏽的油 會有一點油油的感覺 它刀片比較特別的地方 可以看到它上面是 前面是倒這種圓角的 不是碎角的 所以呢 比較不會去表情吃到 就受傷 兩邊都是倒圓角 關起來 解鎖 這樣子呢 就變開箱刀 它就被開箱了 蠻方便的 一手就可以操作 然後傳統的就是要這樣子 到片線伸出來之後 再割 這樣變成兩個步驟 那這個呢 就是直接一個步驟 照片就伸出來了 然後你就可以進行 開箱 割箱子 不用的話 放開它就回去了 那你也可以把它伸出來之後 鎖定 那就固定伸出來 不會手放開它就鎖回去 蠻方便的 一個美工刀 那也可以把它當作一個開箱刀 然後你要開箱的話 這樣子還蠻方便的 手壓一下 刀片要伸出來 那這樣不是原本以為它的 要壓比較大力 那刀線條就出來 這樣子 其實輕輕 輕輕壓 它就伸出來了 完全變的 然後我們要換刀片的話 要怎麼換呢 伸出來 鎖定 然後這邊有一個按鈕 按下去 刀片就可以伸出來了 刀片要放進去呢 一樣 這個按鈕 按著 刀片放進去 它就卡住了 它就要有效果 Aurum 斬了 刀片 這是有些話題